日本新细县 在四百年前原本是一匹沼泽地 四周围分配比姓农川、阿赫野川、小阿赫野川 在三条虎留包围 早期农民在沼泽地里面争到米 必须可小才准备温宿 但是每逢逢太大后 往往饮水超过一九月时间 做生中作全保暖气 杏农川经常泛滥 每次泛滥 对桂田山和周围地区带来了极大灾害 为了要改善致重的面ston 政府先律buje当时 水里设施,偷偷將這水擺出 讓沼澤地變成漢地 現在甚至是全日本最出名的月光米山地 立法院做過顧問中禮仙和雲林館各級農會 就特別到貴田鄉參訪 了解他們是如何做好土地改良的工作 排水機場本身它的功能 它一秒鐘能夠抽水的量有多大 那這個排水機場所設置的位置 是在你們是依據怎麼樣來設置這個排水機場 因為我看了設了好幾個排水機場 那排水機場所設立的位置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考量 排水機場所設置的位置 大概就是因為地形條件的關係 所以那個地方是前 這個區域裡面最低話的一個領帶 貴田鄉透過改良所有的祖節 跟台灣的水利回收港 在100多年前祖節省立以後 就開始現場各項大小白以及抽水站 並且在向來第四項家的地方 現場超大型至紅池 鳥屋野戲 下落在新農村、阿赫野村、小阿赫野村煙花 設置五座大型抽水站 中排水量達到每廟前100檔 貴田透過改良所 進一步改良投資 並且煙花適合當地環境的重造品證 將它建設全日本第一的月光米 目前全年三樓有六十五萬檔 減全日本百分之七 原本有三分之一的土地 為在海邊面以下 經過土地改良創造出 一萬一千公圈的農地 除了中座 主要農作物又包含有水賴、梅、 玉京香、山藥、豬有米店 在這麼艱難的環境當中 他們依然由政府還有民間團體 大家共同合作 能夠把這個土地改良做到最好 而且把原來的沼澤、泥南的這個土地 能夠經過大家通力合作以後 變成一個漢地 那可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種植出全日本最好吃的月光米 那所以我想這些經驗 都值得我們來學習來借鏡 本營館自然環境和桂田鄉 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大山下山造成紅海地区 很多土地等泥泡在水中 對著農業發展相當不理 但桂田鄉透過土地改良 卻身為全日本最有名的月光米三地 可是可以合飾桂田鄉的滴水經驗 他都民客戶才能夠得上 一定也能建設 維修好桂田鄉的有良調味 這就是我們這邊最有名的月光米 這是新潟的非常有名的土地 很棒 晶瑩剔透 非常一粒一粒 很明顯 煮起來 又Q又香又好吃 そしてプリプリしてですね 非常美味しい米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Good